歡迎收看我們的新車資訊 這是一個由我們特派員丹妮去收集回來的資訊 然後小事Reation跟大家分享討論的一個汽車小節目 好丹妮這一次這個i5的這個算新車發表會嗎 這是預賞會 預賞會是不是 有沒有獎品 獎品有一本很不錯的汽車行路 厚紙版做的行路 很有質感 可以收藏就對了 你有沒有把這些東西都收藏起來 還不錯 以後你就跟小七哥一樣 你的倉庫會有很多資料 這個稱得上獎品 這個就是好看一點的卡托洛庫 讓你比較難丟 比較難丟掉你知道嗎 這個還不錯啊 那個外面做的還蠻有質感的 然後有showgirl嗎 有主持人 但不是 只有主持人而已 不是咩 不是 只有年紀的 主持人沒有showgirl 沒有showgirl 有東西吃嗎現場 有 什麼東西吃啊 你有印象 一點小點心 小點心 蛋糕啊三明治啊 小漢堡啊 飲料啊 我覺得不錯 你有沒有覺得到每次到這種預賞會 都有那種到上流社會的感覺 就是平常很難點的東西 接觸到的 不錯不錯 好來 B&W台灣總大一販的正式引進 i5系列 i5是不是上次冠儀開來找我那個 我曬過了 怎麼啦 不是我跟你講 我有跟你講一個原則 沒有showgirl 要拍現場的girl 就是參加的來賓之類的嘛 對不對 再不行的話 我們拍廖老大嘛 有機會 哈哈哈哈哈哈 出賣人吃一個子餓的 哈哈哈哈 來 外觀標配運動畫的M-Sport套件 這個輪圈拿我看一下 這個輪圈是很加價的 叫我加價加這個我覺得不加 中間那個好像菊花 我覺得 也是做的方方正正的 這個是eDrive的40 對 可是有人說尾燈比較沒有BMT的打 你就尾燈這樣上下一條 我覺得ok 我覺得跟它差幾差幾的系列 後來都改成類似這樣 不過這次做的比較簡潔 素雅 它這一代 包括我們現在最近買的M-240 就做的比較平滑一點 平整一點 就是乾乾淨淨的那種感覺 沒有過多的折線 然後整個都把它平面範圍抓的很大 對啊 它這次好像是走這一種 比較 欸 你看 這個你沒去追拍就不對了 你走開的面前 小姐小姐 我是街頭攝影師 我拿GoPro欸 我是街頭GoPro的攝影師 哈哈哈哈 睡過去這樣 啊這太慢 來來來結束 BMW智慧型有一滴頭燈 不過這頭燈就有呼應它的這個精神 喔近一點看好看一點 這個是剛剛你說加價的嘛 對 近一點看好看 剛剛遠遠看起來真的不好看 近一點看我覺得漂亮 它做的比較方方正正的感覺 的確有呼應到它這個車體的設計 M60的車型有不同的位置 這個是有做雙側的那個亮面的烤漆 紅卡鉗啦 C柱上面有個5彰顯其身分 這假的啦 那個5可以彰顯身分 我記得會寫7active 如果以前的汽油墊 它會寫在側面 M60車型有搭載M-Sport進階的套件 哇欸這個水箱護照是發亮的是不是 對它旁邊會發亮 它有一圈燈光喔 這很帥 有人說加兩根就會變成普遍 哇好有想像空間喔 你為什麼不說這樣 對一個墨鏡 這就是一個墨鏡了啊 還要加兩根 這次的那個大燈是做兩個跨虎 不錯欸 這個我覺得它又進階了 D&D這個鼻頭啊 我們永遠都在期待 它的鼻頭會有什麼 金華一樣 我慢慢發現它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它現在的234啊 iX什麼i啊 它現在每一款的鼻頭都不一樣 它以前是從小慢慢放大 一樣的東西一直放大 我一直在顯嘛 然後內裝都一樣 車頭都長得一樣 只是放大所小跟賓士一樣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它漸漸的 最近開始狂改它的水箱護罩 12345的水箱護罩 慢慢的都已經把那個 差距拉出來 用水箱護罩就可以分辨車 幾系列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它以前還是這樣 我以前一直在泡啊 那它車頭長得一樣 比較有印象應該7系列吧 因為7系列那個真的蠻大的 對啊 4系列 4系列 開始就一直改一直改 對我覺得這樣才對 每個都長得一樣 誰要跟你買啊 哇這個還不錯 都亮面的 氣霸這都亮面 哇還有碳纖維 後視鏡 蓋 沒關係這個 沒有淘寶就會有 碳纖維 喔鴨尾 小鴨尾有一陣子很流行 然後一陣子又把尾翼流行回來 現在有小鴨尾 行李箱容積為490公升 汽油版本520 因為電池 車身池嘛 哇5米長 超過5米了 它那個軸距啊 跟上一代的7系列比 差了一點而已 所以已經直B7系列了就對了 腰石了 以後在2030年的時候 一條跟灌牆一樣 哈哈哈哈 直接就理車了啊 棺材車後面推進去啊 不會推到底 兩用喔 對啊兩用兩用 M60有0到100 3.8秒 40的話是6秒 電池量是83.9千瓦小時 馬力300跟600 差一倍 續航里程 來582請問一下是什麼 就是WLTP 8層那一個 8864寫4進6 8540 哇有440幾 而且你看馬力大的訪問 續航變少 對因為它處理比較大嘛 它一個差別是後輪驅動 跟雙馬達四輪驅動 這樣的續航里程還算夠用嗎 算蠻多了吧 總比那個626的 6折7折好吧 啊應該是吧 欸它有氣壓懸吊 它有氣壓懸吊 第一款就有 但是電子的是60的才能 喔所以它氣壓懸吊不能調整 軟硬是不是 算是4開40我覺得有點太軟 已經開起來不像BMW的感覺 開起來像司機 軟軟的 我是說那個底彈 彈跳的 對彈跳的超軟 內裝標配12.3吋 12.3吋現在其實不大 14.9吋大一點 BMW它這個很屌啊 我有用它可以有一個抬頭顯示器 很大的抬頭顯示器 真的很帥 然後它中間的儀表 還可以顯示前面的路況 完全是很清楚很清楚的 我那天可能天氣也好 解析度超高 NAPA真皮比你你你方向盤 喔不錯 粗你看 我想BMW最讓我喜歡一點就是 它就是粗 它方盤就是粗 我看到有快撥劍 全景式玻璃電章 很大一片 看得出來很大 幾乎已經佔了 快屋頂都三分之二了 這個也很有質感 很像女孩子的那個粉餅盒啊 什麼化妝品 水晶中控套件 這個我上次有看到實體 真的還是蠻帥的 BMW音響 17支喇叭 這蓋子是有那種銀色的 不知道是不是金屬的 這一次的那個車內戲分的很帥 因為它有做那個角度 整條 對它那個水晶是有做角度的對不對 對啊你看有那種像鑽石切割那種感覺 哇很帥 而且上面有按鈕對不對 超帥 它都是觸控的 哇觸控的 電動座椅也是觸控的 我覺得這最酷的 有一起閃 真的很帥 還有Carbon的示板 還會在裡面跳來跳去 以後就變電子花車了 欸我覺得乾脆以後中間裝一個水晶球 都是反光玻璃片那種 舞台球那種一直轉一直 哈哈哈哈 這樣那麼熱鬧啊對不對 乾脆就放一顆水晶球在中間轉 不是就很屌了 氣氛很好啊 燃油車的平台裝的容體車 喔它是燃油車的平台 所以因為電池所以這樣地板度很高 因為它還是有出那個一般的油 對 所以是公用平台 後座有Type-C兩個 有出風口 喔四虛紅空調 然後它底下那也是觸控的 哇也是觸控的 椅背後方有Type-C 喔坐到椅背後方喔 所以總共有 四組 對 夭壽啊 坐三的人 要有四組 什麼都要充電 好來 i5 eDrive 40329 M60是485 欸馬力多一倍 價錢沒有多一倍呢 划算 划算嗎 哈哈哈哈 欸300跟600呢 我缺的不是那100 好你缺的不是那100 你缺的不是那300p嗎 用不到那300p 它門把是隱藏的 磨起來是平面 活動展場有5系列前幾代的模型車 哇 霹靂5號 霹靂5號就是它的那個 屁股的那個排氣管是中出的 從中間出來的 車殘尋常電動化 打幾分 或者是呢 你最喜歡 BMW 哪一代的筆頭 留言告訴我們 下次見 掰掰 記得訂閱啊 新車私訊 下次見 掰掰